字幕提供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同一個檔案下 不同工作表的比對 可是兩報表結構是相同的時候的比對方式 那我們通常會採用用跨表單運算的方法 來做比對的行為 所以麻煩各位開啟100學年度成績單的這個範例 那我們先開啟看到這個叫第一次月考的這個工作表 那我們在考試成績裡面有第一次月考 就會有第二次月考 那一二次月考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報表結構都是一樣的 因為第二次月考只差在考試成績不一樣嘛 其他還是一樣的這些班級的人員 還是一樣這些計算的方式 所以通常我們在製作的時候 就會把第一次月考 直接就複製一份 產生出第二次月考的工作表 那之後兩個報表結構一樣 那我們再來做跨表單的運算分析 所以我們創造出一張叫進退步表的這個工作表 所以我把我們剛剛的那個第一次月考再複製一份 那把裡面的內容數據我現在刪掉了 那一樣保留原有這八個科目 我想要在這個八個科目下面 每一個學員像蕭漢偉會計 我要得到他的進退步的成績情況 那進退步的成績情況是 源自於第二次考試跟第一次考試的比較 那我們的定義是會在於 第二次的考試成績如果是比第一次考得好 那當然就叫做進步嘛 那假如第二次考的比第一次差 那當然就叫退步 所以我來到C6這個儲存格 我打上一個等於 因為兩報表的結構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我直接跨表單到第二次月考的工作表 選擇我的蕭漢偉的會計成績 減掉第一次月考蕭漢偉的會計成績 那這時候我確認是就可以得到 蕭漢偉在這兩次考試成績下 第二次跟第一次的比較 若是正的是代表他進步 若是負的當然就代表他退步 這時候做完一格直接拖曳複製 往下一拉 再往右一拉 不就可以得到他各科目的進退步情況 因為兩報表結構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透由這樣方式 是可以取得他相對位置的計算 所以你看旁邊是不是得到第二次月考D6 不就是經濟成績 減掉第一次月考的經濟成績 好那這樣我就可以直接做跨表單 得出他的分析結果 那當然後面你需要哪些欄位的項目 你也可以先依照你的需求 把公式先給求出來 像我這邊要做一個叫進步科數 我可以先做好一個叫 countif的函數 判斷我的成績裡面 只要有正的事就代表是進步 也可以嘛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很快的做跨表單的運算 那之後前面報表的任何數據更新 我後面這個跨表單的進退步表的結果 也一樣會同步更新 以上這個就是用跨表單運算的方式來取得的結果